這宗新聞,我懷著沉重的心情 with a heavy heart去看 怎會那個賽果這麼一面倒 世界杯外圍賽 世界杯外圍賽即是那個 qualifying match 輸七球 吞了七隻彈 如果中國輸給意大利,輸七球 這個可能,其實都不可以接受 but understandable 因為歐洲勁女,日本 大家都跟亞洲的隊伍 如果輸一兩球,我就覺得 因為打球的東西,球是圓的 情有可圓 七球我覺得太... 即是那個英文叫什麼呢? they got some explaining to do they got a lot of explaining to do 即是他的解釋 教練 是不是好像霍元甲那套戲 本來霍元甲打得贏的對手 但是不幸對方就落毒 令到霍元甲在擂台上 失去了戰鬥力 是不是這樣呢? 我覺得一定要徹查 一定要get to the bottom of it 我今天都說英文 七比六、七比六 七比六、七比六 七比六 所以 своих敗寶 輸了 那字是就是crushing crush,就是 punch 橙敗 可以說是Crushing Defeat, 很多足球的詞匯和這方面有關 我選擇幾個來講, 我認識那幾個 這個不只是Crushing Defeat, 還是Hummiating Defeat, 很羞辱性的 即是被對方羞辱, It's a Hummiating Defeat 例如你又可以用Clubbering, 被人好像狂頂 你可以說是Chinese Team, 這個應該是國家隊 如果他世界盃外圍賽, 他輸7比0, 其實他是不是已經out了 有沒有機會再打多一場呢? 希望有, 希望有 Anyway說回 The Chinese Team, The Chinese Team took a clobbering 即是被人狂頂 那些字是Rout, R-U-T, 那個字是Rout , R-U-T, 另外一個字是Drupper, 又是Drupper, 又是Drupper 與Clubber 比較 尤其是指那些運動的賽事, 就是一面倒這樣輸 Took a Drupper, 也是這樣用的 最後那個字是Masicul, 即是被屠殺 其實中國的球不是都很慘的, 我們去捧自己國家隊的場 因為你看到最後, 是吧? 一路, 時間一路一路過去, 但一路, 哇, 6比0, 7比0這樣輸 所以到最後, 都心灰意冷, 是吧? 可能腦海就是想起英文是Masicul, 就好像被載殺 我們一定要支持中國隊, 希望他繼續努力, 即是檢討 要去review這場賽事, 去檢討 如果有什麼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 要overhaul整隊的球隊 我覺得中國足球的未來, 還有希望 Add Oil, 加油, 中國 中國要Add Oil